舞台上部落族人卖力演出天真市集的热闹 春节期间每天都有安排各部落的族人演出精彩的歌舞 从2月6号花县南安花海开幕当天开始 各部落的族人17个手工一方农产协会等单位 在这里涉滩展示展售 涉滩族人指出虽然人潮不比其他知名的风景区来的都不过买气强强棍 如果多家宣传游客应该会更多 因为有这个一个是增加自己的那个收入 然后给他们给那些手工艺品的一些工作室 然后这些人给他们一个平台 让他们放自己的东西然后卖自己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对村民对乡民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受惠很大 乡公所设计的应该算是不错啦 但是有有些有些方面还是有在加强 比如说在网路上的引客人啊 是不是因为这个是四面环山嘛 要你没有做很大的广告的话 一定没有人知道这边这边的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景点 佐西乡公所今年赶搭纵谷花海列车潮 在南安打造三十公顷的农田花海抓住浴管处南安游客中西的人潮 春节期间成功吸引了超过一万人次的人潮 不仅化现南安的美景也创造了佐西乡的商机 我们利用这三天假期然后来到花莲这个花海这边 然后刚刚也看到了油菜花跟那个波斯菊那些 就真的都很漂亮 然后这边布农文化就是对我们都市来的小朋友大朋友来说 就是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从六号到现在应该是大概有一万 应该有将近一万人次 那这次办这个漫游佐西发现南安的活动 我想我在我们乡公所应该是说 想要提升我们各部落或者各社区 他的这个产业或者是经济上的一些发展 当然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我们台湾能够看得见我们佐西乡 也让我们所有的游客也看得到我们佐西乡的美 这个活动是佐西乡公所第一次办理 在二旗到座收割后 撤下大量的油菜花以及波斯菊种子 在过年期间希望吸引游客前来观赏 南安是佐西乡一个重要的油漆据点 公所利用国家公园的管理处南安游客中心 在人潮地利且周边设施完备 召集产销搬首供应工作室 学校及社区协会 共同来规划这场佐西的处女秀 希望能够结合南安的优势创造商机 接着法务花莲佐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介绍